我们的新内阁公布了第三波人士 主要是财经的人士 其中新的经济部长 也就是崇岳科技的董事长郭志辉 他事实上过去有违反证交法 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的前科 过去民进党对于很多的一些资本家 台湾的企业 如果他们在中国有布局 他们如果有在中国有投资 动辄把他安上红帽子 说是红色资本家 立法委员王定宇还说 中共应该给郭台铭一个乖宝宝贴纸 用这些的话语来质疑郭台铭 来质疑洪海是红色资本家 是不是赖金德要改走亲中路线 崇岳科技光是在中国大陆的服务据点 高达12个 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武汉 南京河北西安苏州济南 下门重庆 另外他也成立了多家的子公司 在中国注册 我请问民进党是不是你们又要双标了呢 你们过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解业郭台铭 那么另外一个郭董 你们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 一个你们过去在你们眼中 应该算是红色资本家入主经济部呢